2015年洛杉矶汽车大展上 日产汽车备受关注 因为他们最畅销的小型车款 这次大幅度的改头换面 不只在外观跟内装上 特别提升一个档次 更棒的是价格没有调涨 业者透露就是要以高性价比的优势 大局抢攻美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 虽然2016年新款的Nissan Santra 这款车的外形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这个新款的日行灯设计 让整辆车看起来更加动感十足 主打新颖与流线间距 任何一个角度观赏 都是科技与智慧的结晶 日产汽车迎接2016年 特别推出的Santra 赏心悦目的外观下 是全面支持手机行动科技的大屏幕 以及多种数位配置 更让人惊喜的是 售价16000元起跳 让消费者买的物潮所值 他们试图让它看起来更多 像Ultima和Maxima 这些超级漂亮的车子 所以你会看到这种流动 在VMotion 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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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我们真正的 座档家庭系列 大家会认识 不光在新车设计上 跟进年轻车主的需求 强调支持与关心教育 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之一 新车发布会上 日产还特别宣布 已经与美国100所高校 签署了合作协议 不仅正式成为这些学校的赞助商 还特别提供奖学金和体育设备 为得志体群美五欲并重的 学校教育做出贡献 除此之外 日产更重视驾驶安全 以新款的Sentra为例 不光配有前置紧急刹车系统 智能巡航控制系统 还有盲点警告功能等等 全方为保护消费者的安全 欢迎对新车有兴趣的观众 上日产官网查询 东森新闻为宽 李宗瑶 孟子文在洛杉矶的采访